當中八個人宣告不治 而在剛剛傳出 還有一名病患 跟機電房一名員工失聯 現在警銷人員是 進行逐層搜救當中 聽到親人被救出來了之後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婦人難過的 需要親友搀扶 貪坐在椅子上 他怎麼也沒想到 在安泰醫院住院的家人 會在颱風天遇到火警 命為送醫 被救出來六名 沒有生命跡象的病患 分別是四個男生跟兩個女生 根據了解 這六個病患 分別是在家戶病房 以及十樓跟十一樓 被警銷人員發現 一次是吸入過多的濃煙 被發現的時候 他們都已經呈現昏迷 沒有呼吸心跳 排風來整個都緊密 都緊閉 那所有的 發電機的油都灌滿油 油槽也灌滿油 所以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整個會燃燒起來 那現在都是熔煙 院方說起火點是在二樓動力中心 很可能是空壓機起火燃燒 因為山陀爾颱風帶來的風雨 醫院將門窗緊閉 也因此火勢開始延燒 濃煙也不斷往上竄 因為門窗緊閉 反而造成濃煙不易排出 增加救援困難 但現在傳出 除了這六名被救出來 已經OCA的病患之外 在醫院的機殿房裡頭 還傳出有一名員工失聯 現在警銷人員逐層搜索 看還有沒有其他人受困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